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阮阮 今天我要吃这个 湖南米粉 常德米粉 我先把它打开 蒜面都冒出 这家米粉我觉得还是蛮贵的 这里面是笋片 然后把这个粉加进去 我点的是豪华版的 就是笋片米粉加了荷包蛋 然后加了一份排骨和一份牛肉 一共是要100块人民币 95块8 对对95块8 还加了一份花生 我觉得这个米粉还蛮贵的 而且它不是那种什么连锁店 它就是那种人家私人开的小店 这家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我觉得挺好吃的 但是呢我觉得跟我在湖南 当时吃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大胖不喜欢这家 他说这家不正宗 但我觉得挺好吃的 所以我才会经常叫的 因为我们家附近没有好吃的米粉 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不错 虽然真的没有湖南当地的什么好吃 这么正宗啊 但是也不错了 因为我跟大胖上次去湖南嘛 然后因为当地有朋友嘛 他带我们去吃的那种 是很碎的那种焦头 就是粉汤不是很多的 然后那种焦头都 碎碎的 然后你撩一勺那个 就是你一筷子夹下去 会跟着带起来很多焦头的那种 就吃起来就很爽 这个就 就是那种焦头是焦头 又不是那个这样子的感觉 听到我们家猫的脚 湖南人是真的很想缩粉 是不是 他这个粉不好 我们家咪咪造反了 我去看一下 我回来了 我们家咪咪 我们家咪咪在后两台造反 这个粉本身就没有我在湖南当地吃的好吃 当地那个粉真的很好吃 手工的 那次在湖南 我们当地的朋友 但我们去的一家很老很老的老店 很小很小 但是生意超级好 都是当地人在买 然后那家店就特别好吃 那个粉 这焦头都很碎的 盖在上面 特别好吃 这家的酸笋也挺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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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上次我去湖南去的 不过上次我去湖南去的 不是常德 这家店是常德粉 所以我不知道 会不会常德的粉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但它好吃还是挺好吃的 我买的时候不划算 为什么 因为我 点错了 我选了一个什么下单 反红包的一个红包 然后就没有用满简 它只能二选一嘛 买好单 我发现满简 就不用那个红包 直接满简 可以便宜很多很多 但是我没有满简 没有满简的话 就要将近九十几块钱 就感觉是原价了 好快啊 他们家的排骨也很好吃 我上次吃了他们家鸡炸鸡炸不好吃 有点腥味 喝点饮料 就是B站给的杯子 这个是吃饱水 但是其实已经没吃了 因为我昨天晚上忘了吃盖盖子 没什么吃 现在喝起来就像水 这边 之前还开了一家湖南米粉 好像就叫湖南米粉 巨难吃 比这个还贵 一碗牛肉粉 一碗牛肉粉 我加了一个浇头 五六十块钱 然后那个牛肉只有三片还是四片 然后牛杂 我加的是牛杂 牛杂要19块钱一份 就单加一份牛杂浇头 里面只有一包汤 然后三 两三三片 四片 牛杂 很少很少 然后我当时震惊了 我直接就打电话给那个老板娘 我说你们家也太夸张了吧 就19块钱就只有 就是 就只有 不夸张啊 就只有这种大小的三四片 19块钱 然后加上 都是汤和卤 就是很过分 然后我很生气 然后那个老板娘还在那边跟我说 你不知道现在的菜价 什么什么什么 哎 我们家这边交去啊 而且菜价和房租能有多高 坑就是坑 有什么好找借口的 所以那家我就不吃了 而且味道也不好吃 没这家好吃 这家 牛肉也是十几块钱一份 可是它就是满满的一碗 哎我困死了 我现在养成一个习惯 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喝咖啡 然后我就自己懒得泡 自己泡太甜了 然后我就叫全家的外卖 交到家里来 我挺喜欢喝全家的那个咖啡的 什么拜客 我觉得它比星巴克清淡一点 而且我们家那边星巴克 叫那种快外送过来以后味道很怪 这间衣服是前两天逛街的时候 给大胖买的 就是我跟大胖情侣装一模一样的 都大小不一样 因为大胖穿粉红色特别好看 然后我想给他买 他不想要 我说那我和你情侣装 他就答应了 所以我也就给自己买了一些 但我不适合粉红色 但大胖超级适合粉红色 他穿红色的超级适合粉红色 他穿红色的超级适合粉红色 真的是每天都要缩粉 我之前 看一个电影 动画片 国产的 好像是电影院看 就是三个动画 拼成一部电影 就三个那种故事 第一个故事就是 一个男孩子 好像 背景离乡去大城市打工 然后他就想吃老家的那个湖南的那个米粉 然后真的是 一整个故事就是在讲米粉 我以为会有别的情节 就他奶奶去世啊什么的 但是主要就是在讲米粉 然后 当时在电影院里面我看到那个米粉 我觉得我好想吃 我给他画的很诱人 可是他画的那个米粉就和我在湖南 吃到的不一样 所以我想湖南应该有很多种做米粉的方法吧 他肉很多 不过他卖我一百块钱一份 肉不多也是太过分了 如果满简的话 如果参与满简的话 应该是六十几块钱吧 六十几块钱 你不觉得还行吗 因为我加了两份肉的焦头 我看到电影里面 那个米粉的焦头是现炒的 就觉得哇好棒啊 吃到一块排骨好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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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那么多了 那就会知道 吃到一块菜 吃到一块 这个剁椒咬到以后好辣 这个剁椒咬到以后很酷 那我这期视频就做到这样了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